对防巴斯这个点啊 现在哎呦又断一个好球转身过来 不漂亮再打进孙明辉 孙明辉一个人打停了梁宁队 球场最高的两侧没有坐满之外 现场还是来了很多的浙江广山的球迷 广山的球势非常好啊 虽然现在他成绩不好 速度非常快 孙明辉 孙明辉投了一个过桥 但是进攻篮板 开场辽宁队的防守关注度不是很高 全部到外面来了 这边进攻分布不太好 对 全都出来了 哎呦 这球 抢在李小距盖帽之前 孙明辉可能是国内一号位里冲击力最强的 拿过扣篮王 整体的突出 导致其实辽宁队是把整个的防守破得很大 对于外线球队的前置是比较的严重 哦 这是他外线 是 找袁浩 因为 又反超了啊 是 孙明辉本场比赛的第一季三分球 单手 自投自强 传出来空位 孙明辉第二季三分 这孙明辉迅速的也是到了八分了 孙明辉今年啊 整体的信心上的提升 叫人来帮一帮防巴斯这个点啊 现在 哎呦 又断一个 好球转身过来 漂亮 再打进孙明辉 孙明辉一个人打停了梁宁队 孙明辉啊 在这一个回合当中 连续的 通过自己的突破能力 自己的侵略性 对篮筐的攻击 逼出辽宁队一个暂停 当然这个球过去的失误不太应该 今天啊 在胡锡球目前为止 还得分挂弹的情况下 谁呀 弗利戴特 是这意思吗 像弗利戴特其实造杀伤不少造 又是孙明辉 今天能看到孙明辉 才七分啊现在 哎 又是孙明辉 左手的上篮反击打成 孙明辉 哇 今天孙明辉 可以啊 真是第三万元出现了 是 我们说一只CV的球队 又失误了 传出来韦伯斯特的空位 这是韦伯斯特最喜欢的事情了 这球应该是给了郭旭一个犯规 这个联防法律线不占人吗 他扩的非常大 是 这球更应该在法律线战胡亭丘啊 但是没关系 孙明辉就是今天的万能攻势 哎呦 这球救回来 孙明辉的三分球 进了 28分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之前八十投二十四中 刘征再到湖顶 孙明辉 又是孙明辉 17号 让我想到了打韩国的那场比赛 孙明辉所展现出来的强大能力 孙明辉再次打停了辽宁分差来到了二十分以上 我们 扩篮了 但是 哎呦 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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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严 孙明辉 断了 又是孙明辉 孙明辉断了 孙明辉断了 哦 威尔斯 滑翔的单手皮靠 哇 今天孙明辉好棒啊 威尔斯啊 这就是长了翅膀 因为他们现在还只有一次降锋机会了 强策拉开 要苏若鱼的掩护 让胡金秋弹开之后能有中距离的机会 这是一次源自于孙明辉的阻止进攻 跟新疆上赛季打了四十分 孙明辉 再造犯规 孙明辉今天有机会去挑战四十加 没准 真的啊 而李轩知道今天也是干脆就把孙明辉一直放在场上 呃 我记得真的是那场球新疆打那个 广赛 广赛 广赛厉害打了加日赛 是 这也是孙明辉职业生涯第一次的三十加表现 对 他从来没有拿过这么高分 呃 本赛季此前单场的最高得分 是12月10号客场挑战广东宏远拿到了27分 看来是一打强队就来劲啊 对 所以他广赛跟那个辽宁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交战史 包括总决赛 所以大家都互相了解很熟悉 是要拿下孙明辉吗 终于把孙明辉 全场的观众为孙明辉献上了掌声 他值得这样的掌声 对 我觉得也同样值得在屏幕前观看的 不管你是来自哪队的球员 对 今天就说了孙明这个贺天举在受伤之前 生病之前状态非常好 对 来了 端过来 来了 两分 拔球的要 哎呦差一点 二加一 带给我们最美丽的一个东西 看看应该不攻了 也不攻了 应该不攻了 全场比赛结束 122比103 这场广下 在今天孙明辉 砍下37分的出色表现之下 在自己的主场 我觉得是复仇完成了上一场比赛 被对手逆转的这么一个遗憾 对手逆转的